这一回,元春回家省亲居住的园子修好了,贾政带着一帮青客去游览,这青客就是在夫人家帮闲凑去的人,大户人家找青客,要求能诗,能酒,能写,能画,杂技越多越好。 贾政为了考察宝玉的才学,也要贾宝玉与青客一起陪同参观,让他在各处景点提写牌匾名字和对联。 众人来到一处种满竹子的屋子前面,大家就在想,匾额上该写哪几个字呢? 有人就说了,哎,奇水遗风? 奇水是一条河的名字,在今天的河南北部,奇水附近种着很多竹子,诗经有一首诗叫奇奥,说的就是奇水岸边的事。 奇水遗风这四个字,既符合种满竹子的场景,又用了典故,但是为什么贾政却觉得俗气呢? 因为这个典故已经被用得太多了。 好比一个段子,你讲的次数多了,就会索然无味。 典故也一样啊,何况疑风这个词很老套。 于是又有人想了一个,虽缘一记。 贾政听了听,也觉得挺俗气的。 虽缘是西汉梁孝王刘武修的园林,也叫梁缘。 啊,地址在虽阳,所以叫虽缘。 园子里头也种了很多的竹子。 梁孝王喜欢和司马向儒这些文人,在园中吟诗作妇。 虽缘也就成了文雅风流的象征。 用在这里也算贴切,但是和前面的汽水遗风一样,也是很老套的词。 当然了,清客们说这两个,主要是为了衬托贾宝玉。 果然,贾宝玉写的是,有凤来仪。 后妃经常被比作凤凰。 元春作为皇帝妃子回家省亲,就像凤凰降临一样,意思很好,说法也新颖。 显得比前两个要高明。 接着,大家又来到一处,有农家风光的院子。 有人说,这个地方叫杏花村,很好啊。 贾政听了听就说,杏花村虽然好,但是犯了正村名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贾政是说,古人已经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的杏花村了。 你比如杜牧的清明诗里写的,借问九家何处有,牧童瑶纸姓花村。 那现在这个院子,你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这个名字,用了就是犯了正村名。 所以要大家起一个虚的名字,就是以前没有实际存在过的村庄的名字。 贾政又说,这些名字是要请明方可。 这请明又是什么意思呢? 这座新修的园子,是给园春省亲回家居住的。 园春它是宫里的妃子呀,园子那就是皇家外面的行宫。 里面的房子具体应该叫什么名字? 要园春说了算。 他们现在只是预备一些名字,那最终叫什么? 要请人家园春来定夺。 贾宝玉就起了个名字叫道香村。 出自唐代许魂的诗《柴门临水道花香》,有出处,用了典故,同时又符合景物的样子。 说法还新奇,比杏花村感觉要好一些。 再到了下一处景点,众人又开始议论起名字。 有人说应该叫五陵园,有人说应该叫秦仁旧社。 这两个名字都出自陶渊明的桃花园记。 桃花园在五陵郡,住在这里面的人,祖辈是避难的秦朝人,因此叫秦仁。 但是正如贾宝玉评价的,桃花园里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才跑到那儿去的,和当下圆春省亲这么大的喜事,很不协调。 他想的是了听花絮。 了是水边植物,红了。 听是水边的平地,絮指水边。 那合起来的意思就是,指水边长满了红了花草,和这一处花草流水的景色呼应,倒也中归中聚。 不过,了听花絮,两个词意有点重复。 后来,原非醒亲,正式命名的时候,就去掉了了听,指命名为花絮。 去掉了了听,保留花絮,有什么隐含的意思呢? 按照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文典先生的解释, 了听两个字的反切音是林黛玉的林。 反切是古代注音的一种方式, 取了字的声母和听的韵母合起来的后鼻音是灵。 可是林黛玉的林它是前鼻音呢? 这个和方言有关。 反正刘先生说,这个代表林黛玉,花絮表示花媳人, 絮字的声母和薛宝钗的薛一样,所以表示薛宝钗。 去掉了了听,保留花絮,暗示袁春, 在这个时候已经打算把薛宝钗,而不是林黛玉嫁给贾宝玉。 当然,这个解释是对是错,只是刘文典一家之言。 我们听一听就可以了,作为一种参考。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,谢谢您的收听。